《紅中玉風水命理》 焦點視頻《紅中玉風水命理》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紅中玉》師傅 是 你好 師傅 今集我們都有點呼應上一集 上一集我們說了一些 究竟未來這五個月 世界會發生什麼事 上一集有一些預測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回上一集看一看 今集我們要先戴頭盔 要是我們會講中國 我們是一個學術的節目 沒有任何一些政治立場 只是都踏入年尾 又很想知道 究竟下年我們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今集就想請教師傅 未來究竟下一年2022年 中國整體上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呢 首先想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冬季奧運會 將會發生 其實陸陸陸陸陸陸 都聽到有一些說會是抵制的 可能有一些歐洲國家 特別可能有一些國家 他沒有明證言說抵制 但他又說至少我不會過來 即是他總統或者最高領導人 是這樣說 在一個預測的角度來說 師傅會不會看到可能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外國 會有抵制的行動呢 在這件事上 我就用了一個尖閉的方法 去解答這個問題 我就尖了一支掛 掛名叫做風雷憶 風雷憶這支掛就是 應爬就是黑細爬的 應爬就是代表外國 細就是代表中國 應爬就是黑細爬 而且白虎是黑豬雀 白虎代表西方國家 豬雀代表中國 所以中國最近也是犯口是是非 所以我以掛帳來看 是會的 是會抵制的 不過中國就不是太怕它 因為中國也叫做閒緊雲 所以就所謂一季當權 朱空自伏 這件事不太害怕 嗯 OK 但是就是些少的波折就 怎樣都有的 當然有的 怎樣都有的 好了 另一件事 我們2021年 其實都 我相信要寫入這個 歷史紀念冊的其中之一件事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地產公司 特別有一個很厲害的 是吧 恆大 有些外國的媒體 就說 預算它為下一個雷曼 雷曼在這個 之前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家不用再說 很多人的痛苦回憶 同時也除了雷曼 又有一些地產公司 例如佳兆業 相繼又說有問題 其實這些 坦白說都是因為 中央政府有一些措施 是監管 而成為一個 就是導火線的 其實下年 那個對地產行業的監管 或者那個未來的發展 又會有一些什麼的走勢呢 我就知道掛 掛名叫做山地摸 摸就是摸落之象 所以掛名都告訴你 它只會越來越強 它只會越來越監管 越來越厲害 你有心理準備 是 這個情況 OK 沒有辦法 即是2022年來講 對 沒錯 天災 又會有一些什麼 我們需要注意的呢 師傅 天災方面 就是 會是有這個問題的 第一件事 掛名就叫做雷 風行之火山旅 那就是 會有這個地震 山泥傾瀉 因為神卒衝 所以 山泥傾瀉的地震 是農曆的3月和9月最明顯 另外一樣會有水災 因為明年淫人年 淫水就透出 淫水是代表汪洋大水來的 所以一定會有水災的 但是在農曆的10月 10月 這幾個月留意一下 各位 OK 水災真的很害怕 是吧 因為大家都記得 鄭州之前發生了一些 很不開心的 乘地鐵都會浸死人的事件 是 所以大家引以為鑑 我覺得 好 好了 2022年 究竟這個通關 師傅在上一集就說了 香港可能都需要 去到下半年才有一個 叫做有機會正式的通關 那中國對外的情況又會是怎樣呢 我就簽了一支掛 掛名就叫做水天衰知地窄林 以掛項項呢 下半年是有機會的 特別是農曆七月機會最大 農曆七月 即下半年都是要 新曆八月 那才會對外通關 上半年不用想 不會 OK 不會 始終可能 香港都要跟中央 中央又要看情況 可能中央通得了 香港便可以通得了 對嗎 OK 另外一件事 我們最關心的了 既然都說對外通不通得的時候 大家又很緊張 基本上由2019年開始 這個台局勢都很緊張 我最記得就是這個 2020年的年尾 又說打打打打打打了一年 都沒有真的打 但當然我們不想他打 是沒錯 那但是明年會不會真的不小心 那些口水噴噴噴噴噴噴到過去 然後就 有些動作真的發生呢 我也知道 利惠火 利惠火 本身叫陸衝掛 逢他陸衝掛都會 好像會打仗 不過 他就入武 入了武的英雅 所以最後都不會 最後只會講 都是只有講 即是一路就是講 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大越下越遠 大家 因為入武 所以這個是口是之真 不會打仗 OK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台海局勢 我們知道是這樣 中美的關係又會怎樣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那些貿易戰 害死不少廠家商家 是 中美關係 我又尖了一支掛 掛名叫做 地山謙 之對為責 這支掛呢 其實有很多 牛洞的 有五牛洞 凡是牛洞多 就事態會多變動 即是說 拗勁特別多 口舌是非特別多 你不讓我 我不讓你 總之來說 只有一個講字 也不會打仗 不會打仗 只有一個吵架 兩個字 你不讓我 我不讓你 你爭我奪 後來也不會打仗 因為 白虎牙沒有靜 不動 那怎麼打仗 但是不會打仗 會不會代表一些制裁 那些都很複雜 制裁會的 這個是有機會的 不會打仗 但是不會制裁 是 有機會的 好像我們今天的 錄警時間 12月22日 又說昨天 又不知道制裁多幾間公司 會的 這些會的 會的 凡是事態多麻煩 這些會的 只是說 他不會打仗 我沒有說不會制裁 一定會的 師傅 如果整體 一個小小結論來講 你覺得 下年我們這個 中國 他整體的情況 會是好 還是不好 有沒有什麼需要 特別 你要提醒 大家要注意 整體上 明年 基本上 中國都 不是太差 只不過 天災人物會 都比較多 因為 掛象顯示 他都是 陳出衝 多變動 但是 只不過 他經濟方面 都不會太差的 不需要太多擔心 我覺得 不需要有什麼大的問題發生 OK 那也是好事 經歷了兩年的疫情 希望大家越來越變好 OK 下一集 我們繼續請教洪忠玉師傅 OK 拜拜